天父们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在一起 同心合一与专务祈祷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与祈祷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我们在1月1号 我们庆祝天主之母 我们在母亲节前的礼拜六 我们纪念中华圣母 我们在耶稣生天 祂派遣圣神降临以后 我们纪念荣福同贞玛利亚教会之母 就是在今天我们纪念荣福同贞玛利亚教会之母 那我们在庆祝母亲节 我们有一首歌 没有妈的孩子 没有妈妈的孩子好像是一根草 有妈妈的孩子是 是个宝 是一个宝贝 我们都是宝贝 因为我们有妈妈 我们有母亲 这是今天我们所纪念的 教会之母 有圣母玛利亚陪伴着我们 陪伴着这个教会 现在我们大家 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忠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贞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及人子的父 你的唯一圣子 被定在十字架上时 证实自己的母亲 统真玛利亚 也做我们的母亲 求你因他爱德的合作 恩赐你的教会 子女日益增多 放射出圣德的光芒 请万民投奔他的怀抱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 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攻读宗徒大事录 耶稣升天以后 宗徒们从橄榄山 回到了耶路撒冷 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 有一安息日的入城 他们进了城 上了他们所居住的 那座楼房 在那里有伯多 若望雅阁 安德 菲里 多莫 巴多路茂 马窦 阿尔菲的儿子雅阁 热成者西满 和雅阁的兄弟尤达 这些人和几位妇女 以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他的兄弟 都同心和异地祈祷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全能者给我做了骑士 他的名号和其神圣 全能者给我做了骑士 他的名号和其神圣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 我的心灵欢悦于 我的救主天主 全能者给我做了骑士 他的名号和其神圣 因为他垂顾了 他卑微的使女 今后万代的人 都要称我有福 全能者给我做了骑士 他的名号和其神圣 全能者给我做了骑士 他的名号和其神圣 他的名号和其神圣 他对敬畏他的人们 广失慈爱千秋万世 他运用手臂 大师神威 把心高气傲的人 击溃 全能者给我做了骑士 他的名号和其神圣 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 却提拔了弱小卑微 他使饥饿者 宝祥美味 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 全能者给我做了骑士 他的名号和其神圣 他辅助了他的仆人 以色列 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 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先祖 永久眷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 全能者给我做了骑士 他的名号和其神圣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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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真 玛利亚 你真有福气 你没有经历死亡 却在主的十字架下 获得了殉道的光荣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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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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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得心灵同在,共读圣荣荣福音,主愿光荣位于你 那时候,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 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丽和玛丽的脸 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母亲说,母亲,他是你的儿子 然后又对那门徒说,这是你的母亲 从那时期,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上主的圣言 祈祝我们善美尼 大家平安 这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 我们庆祝,纪念圣母玛丽亚是非常非常的多 一年一开始,一月一号,就是我们要庆祝天主之母 以后母亲节前,我们中华圣母 那今天我们所纪念的是在圣神降临之后 圣神降临之后的星期一 是纪念荣福童真玛丽亚 天主,教会之母 教会之母 那这个就是我们是要被提醒 我们刚才是用我们的中华 我们的这个中华的文化 来看我们与生母的关系 我们常常在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就会听到这首歌刚才所提到的 没有母亲,好像是一根草 一根草,是,就是一根草而已 不是很多很多的草 那这根草,那它就会是怎么样的 就是没有用 任人见它了 但是如果有母亲,它是一个宝 是一个宝 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的教会真是一个宝 有母亲在陪伴着我们 从一开始 我们这个的新的一年 一开始有母亲,有妈妈陪伴着我们 以后那这一整年当中 我们也看到 圣母也是在我们的身边 这一年的结束 圣母也扮演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角色 把天主圣言带到人间 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 所以母亲,圣母玛利亚 陪伴着我们一整年有她在 在今天我所庆祝的是 荣夫同志玛利亚教会之母 是从2018年 2018年的3月3号 我们的凡帝纲的那个 离医圣部 他颁布的一个法令 我们要庆祝 也纪念荣夫同志玛利亚教会之母 就是在那个 圣神加临之后 那这个他也是回应了我们现在的教宗 他在纪念路德 圣母显现的时候 就是在2月2018年的2月11号 庆祝路德 圣母在路德显现160周年 他也提出这个 我们要纪念圣母玛利亚 她是教会的母亲 教会之母 那他提出这个 圣母当作我们教会之母 我们要纪念她 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教会 圣子人员 还有我们的信徒们 要学习 也要意识到 我们教会是一个母亲 要学习圣母爱人的心 我们教会是一个母亲 那这个母亲应该是 以怎样的心来照顾 她自己的子女 我们要学习去照顾她的子女 我们就从这个圣母玛利亚 她是怎么做的 当耶稣升天 这个就是一个空上体 耶稣不在门徒中间了 圣神也还没有将来 那门徒们过得紧张的时期 害怕的的时候 就是在那时候 他们紧张害怕的时候 有母亲陪伴着他们 母亲陪伴着他们 好像是圣母玛利亚 在那时候就怀孕着这个的教会 直到圣神降临 教会就诞生了 教会诞生了 所以圣母也陪伴着这个小小的团体 就是在那个最后的晚上的二楼 他陪伴着这个团体 给他们鼓励 给他们力量 不要害怕 不要 不要担心 我们要耐心的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圣神的降临 圣神降临 他们就有了力量 他们离开了他们这个 那个房间 走出去 开始去传教 那这个 那个教会的当生 我们看到了 有圣母在陪伴着这个团体 正如那时候 圣母陪伴着这个小团体 直到那个教会形成 他也一样的陪伴着我们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 这个的教会 圣母与爱 陪伴着团体 我们也要学习圣母的心 我们在 这个的教会 又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 我们也要 接受很多很多 与爱 接受很多很多 教会的子女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这些 我们所谓的罪人 我们很容易 把罪人是排在外面 那我们把这些的罪人 我们拒绝他们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 真的是有爱吗 我们应该 用这个的心来拥抱 他们这些的罪人 等于说 他们 已经受伤了 他们受伤了 需要一个爱的拥抱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 所以在今天 我们经验 荣福同志玛利亚 照会之母 这个是让我们一起学习 以爱 度 我们的 教会的生活 我们信仰的生活 以爱 接纳别人 以爱 拥抱 这些的罪人 现在让我们 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公容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与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 以你的旨意 为全神 求你帮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下爱你 我们决意 把个人 今天的一切 苦乐 崇拜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 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其诸圣人圣女阿弥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与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实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孙师 欺恩的安慰者圣神 倾入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和信中 求是我们敬畏 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操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去成见 超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奉受福音的 很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足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灵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 奉信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利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与诱惑 担救我们 愿你修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 你们去传道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们 愿我愚弃 愿乐主席 充满爱情 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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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真 玛利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